今天我们来学习画梅花 用到的颜料有属红色 用到了中白云的色笔 以及一支墨笔 也可以换成大白云 我们先来画出枝干的走势 笔尖沾墨 调一调 试好浓淡和干湿 可以侧封入笔来画 还有空开 适当补墨 下笔要稳线 然后我们画完这样的一个组织之后呢 可以画一些辅滞 辅滞的墨色可以比我们现在画的组织再重一点 区分一下 然后粗细可以略微的细一些 记得断开一些细节 一些小枝干也可以等花画完之后再回来补充 好我们先把枝干暂时画到这里 然后我们拿出色笔 笔尖润湿 调薯红色 调浓一点 尤其是笔尖的位置 不要超过笔度的位置 梅花的花瓣其实有很多种画法 我们先学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 容易画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侧封点染 那在点的时候注意花瓣的走势方向的变化 我们要考虑好聚散 我们先找两个大的聚散关系 是在这两个地方 在这个两个地方要画密集一些 先把空出来的地方画一些 梅花的花瓣是偏圆一点的 所以呢我们画出来不要太尖 可以有一点藏风或者是回风的感觉 笔上的颜料不要太干 花瓣 不一画的过干 点上去之后呢 感觉能出来一些圆圆的花瓣 造型可以各异 像这个开一半侧面的感觉 我们要画单瓣的花形的话 是一般完整的就五个花瓣 像这个 就是也是侧面的 花瓣的大小 根据透视关系会有一些变化 颜料也可以适当有一些变化 有的话是叶枝干后面的 一般花瓣在枝干的末梢这里 也是偏圆一点 大小可以有些变化 与花瓣也是有大有小的 但是绽放的花朵 它的整体造型就不要变太多 它毕竟在一个树枝上 不会变太多 笔尖补水再去调色 争取让每一朵花的方向都有变化 不要太一致 它是围着树枝转着长的 然后注意遮倒的关系 墨烧以花包为主 还有这种拌开 后面呢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颜色变淡一点 中间这一节要记得空开 墨烧一定要加上这个花包 位置注意聚散 基本上我们主要的花形就可以先暂时化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再拿墨笔补充一下花形里面的细节 例如花托和花蕊 还有枝干上的墨点 胎点 小的枝干 都可以用点树线来表达 我们先统一把花拖点一下 然后连一下小枝干 这个拖一定要拖到它 一般是三个点为主这样去拖 让它能够长在树干上的感觉 侧面的花形和背面的花形也是有花拖的 能看到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划出来 画花拖的时候不要太细 不然的话它就拖不住 可以适当有阴的感觉 这样能够融到我们的画面中去 和我们的花更贴得近一些 背面的花拖不要超过五个也是 点它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聚散 然后适当的画一些小树枝出来 像这种弱一点的树干结构 可以点大一些的点 我们检查一下花拖和开点 可以暂时画到这里 然后补一下枝干和花蕊 花蕊要从中间四散的张开 长短可以有一些变化 不一定非要画齐 然后点蕊的时候注意要高低错落开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扇形去画这个线 然后在这个蕊的中间上一点 下一点各点两层 但始终要错开 略微有点规律 悠悠不显的死板 这个在画的后面 这个也是露出一点蕊 但并不多 这个也是一定要把花瓣和蕊的这档关系理清楚 像这里 这几个花瓣 这两个花瓣是挡住蕊的 而后面三个花瓣呢 它是没有挡住蕊的 蕊心不要点的过多 宁愿少点也不要多点 注意错落开 不要死板的说每个线上必须点一个点 这只是异象的一些结果 我们的梅花就可以先画到这里了 可以看远了之后呢 再去补一些枝干的点 加重结构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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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